电网 电网 这才叫电网 处处带电 处处电燃 客户说他房顶的不锈钢网 电燃 带电 电比一靠近都滴滴的响 我测一下电压 哎呦我操电人了 是啊 你小心点了 你戴手套 电手啊 我穿这件鞋没事 但是我如果 你踩鞋起来 身体不能靠这个墙 不能碰是吧 不能碰到墙 150多幅 我手碰到网了后垫了 又没有带手套 那是我的身体碰到墙了 然后碰到网以后 摊了点 真是 什么时候开始的 几天前就几天前开始的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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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个都带 整个网都带 那边就上 然后 这就是碰到有电的地方了 得找碰到电线的地方 对 你说哪里边是在的 有可能是那个空调 有空调是吗 空调是外机那一块有线 带住一边线是吗 你把空调拔了吗 空调现在是拉下来的 空调现在是拉下来的 拉下来之后那边是没点 给你不吃块儿带着 我先看看哪个掌 看一看 这个扎吧 这个扎没薄线 这个扎还没薄线 看一下它的配电箱 在窗帘后边 我先拉闸断电 拉掉插座和灯的电闸以后再去测量 没了 拉了以后你家就没了 这个漏电是你家的造成的 然后再把空调一路一路往上送 看哪一路有电 把空调拉了 你送一个 送完就有了一百多伏 一百多伏 它一百多伏是哪的呀 从哪漏的呀 墙也带电吗 墙也带电 墙也带电 墙也带 别说我说 你们家这个电是最低漏电的 我是不是上面这个顶最强的 这些平房的电路都二十多年了 墙里的电线老化严重 去配电箱看一下 打开配电箱 看有没有新发现 哦 那个没有保险 不是没有保险 是漏电保护器都 坏了 不是你们都没用 没用没用 当时好像是一接它就跳 一接就跳 就没用 你给我接上吧 麻烦你 一接就跳 一接就跳 它是漏电的 它在跳 先用电笔验电测一下火线 哎哎 三百七十多 这又不正常 零线 二百零五伏 应该是零伏 这是有问题的呀 它进线是有问题的 这是个意外发现呀 零线带二百多伏啊 很明显火线是有问题的 它的进线是有问题的 这和它外边的网电人有关系吗 等找到问题我再分析一下 现在可以确定它这个线路是漏电的 那怎么测一下呢 怎么测漏电呢 它这没有地线 那对阻灵线 阻灵线有带电 我看到了它的窗户外边 没有电线 上面没有电线 刚才怀疑空调外机 测空调外机 100伏 空调外机如果不接地 它外壳带100多伏是正常的 但是今天这个我感觉不正常 因为空调没送电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 我站在邻居家的房顶测电压很高 100多伏 站他们家自己的房顶 只有十几伏 一墙之隔一步之遥 测出来的电压都不一样 就有100多伏的电位差 这说明还是他们家的房顶在漏电呢 那就去找房顶漏电 还有这个晾衣绳 前几天才换的 以前是铁丝 每一次晾衣服都挨电 每一次碰到上面的网就挨电 所以最有可能就它这个屋 它这个灯线路出现过问题 就是灯突然亮着亮着不亮了 换了新灯泡也不亮 他们怀疑现在房顶断了 然后组了个明线 它的灯线接头在这 这下面是开玩儿 火线过来火线上去 零线 房顶走了 还真是往房顶走这个灯线路在漏电 这一掐就好了 它这个线都没套管 好 零线接地了 零线漏电严重 零线接地了 零线带一百多伏 也就是整个墙体都带一百多伏 带二百伏 其实这个零线早就漏电了 只是以前零线不带电 现在突然带电了 导致整个房顶都带电 房顶的铁架子也带电 现在把这个漏电的电线掐断以后 看一下铁架子还带不带电 现在漏电保护器给它恢复了 接上电线以后送上电 如果有漏电它就会挑漏电保护器 把电送上以后 再去测这个不锈钢网 看 零伏 零伏 刚才一百多伏 还有一个电人的东西 它的笔记本电脑 测一下外壳 对地 二百三十伏 它经常被电一下 电一下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是一个对地的电压 再测一下它的插座 火线 三百五十多伏 还是那样 零线 一百八十多伏 一百九 看过我以前案例的师傅都知道 是外面的线路是有问题的 这种电压对用电是有影响的 你看 零线都带二百多伏 人如果碰到零线 会被电的 火线三百多伏 我这个电比能显示到四百伏左右 再用万元表测零火之间的电压 二百二十伏 所以说他们的电器都正常用电 这种情况安全吗 不安全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 不安全 这样我的检修就完成了 至于那个电压 对地电压过高的问题 那是外线的问题 他们把情况反映了村里的电供 所以我就不参与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谁家单向是对地漏电的 导致电压异常 这个要排查 可能排查整个村庄 给大家简单聊一下 视频中那种故障现象 说到现象我得看图 就是咱们农村乡村那些电路 就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工厂 很多都是这种系统 这叫TT系统 这叫TN-S系统 它被样的地方在哪呀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会先啰嗦 因为讲不清楚的话 对视频中那种现象不好理解 变压器 高压变成低压 输出三项电 都是这样的 输出三项电 三火一灵 灵线是N 然后它的中心点是接地的 接地的就是打入大地的接地体 地线零线分别从这个中心点引出来 供设备的外壳用 220的洗衣机外壳也是接这个的 零线火线 三项电设备也是这样的 就是工厂 您用三项电 家庭您是用一个火线 一个零线 一个地线 你说我们家是没有三项电 你家用的是这根火线和零线 邻居家用的是这根火线和零线 旁边的邻居家用的是这根火线和零线 所以说视频中的现象是 有一项火线对地漏电了 对地漏电 我以前的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的 咱们用电比测量 为啥用电比测量 用电比一测 它是测的这个火线对地的一个电压 一般是电比干啥用的 测有没有电 是测有没有对地 在地之间有一个电压 咱这么说吧 如果这项火线 通过塞尾外壳或者是线泡皮了 对地漏电了 大地是个导体 它会形成一个回路 形成一个回路 地上带电 地上这个也是扩散的 在电路不漏电的情况下 用电比一测对地应该是220V 就相当于灵火之间的电压 对地220V 结果这一项对地漏电了 您站在地上测量 它们之间的相位差就变小了 就变成了100多V 或者是十几V都有 但是您测这一项和地之间的电压 这个时候再测 就相当于测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 因为塔的电对地漏了 地上都是塔的电 您站在地上再测 是测这根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 电比是测的对地之间的电压 所以说有的时候 咱们用电比一测火线300多V 或者400V 一般情况是 其他两项有一项是对地漏电了 而且漏电很严重 一般说灵线接地或者漏电 有没有危险 你想灵线它本身就是接地的 它灵线如果对墙体漏电 对大地漏电有没有危险 正常应该说没有危险对吧 都是0V 但是说一旦是一项火线对地漏电 它们之间就不平衡了 它都不是0了 它们之间是有电位差的 咱们说是有电压差的 所以说人碰到以后 一旦它漏电或者是火线漏电 就会出现电压高的情况 也是很有危险的 说的有点啰嗦 大家多担待 多担待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kanske找灵纏电 想象征块 伏 你